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张老师 欢迎您 两位老师 你看咱们是从春分说到了清明 后来又说到了古语 春天这几个节气都说完了 今天您二位来说点什么呢 刚才你讲三个节气 每一个节气我们讲了15天 是吧 春分的15天 古语的15天 清明的15天 那么这个45天如何过好 对于保健来讲 对于养生来讲 如何过好我们这个45天 春天的最后的45天 所以在这里头呢 我想我们先讲它三件事 三件事 第一件是什么 第一件呢 我这也准备好了一个东西 准备好一个东西 我跟张老师呢 我们给大家这个表演一下 就看看这个春季 我们讲的这个三个季节 看看下头我们准备要干什么 我们一个月一个月的练 好 我先念 好 好 你给我们喊个月 我们这边喊嘛 来 一二三月不减肥 四月涂伤悲 五月露人雷 六月难有眉 七月被晒黑 八月呆屎内 九月更加肥 十月乡亲累 十一月没人陪 十二月无三围 一月肉更肥 二月不知谁 不知谁 不知谁 哎呦太棒了 知道什么了吗 知道了 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得减肥 减肥呀 不然等到明天这时候就不认识我了 就不知谁了 是的 更没人陪了 对呀 哎 老师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咱们要减肥呢 一般我们说到这个专家都不提倡减肥 您今天二位怎么回事突然跟我提起减肥来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人对于这个减肥呀 它是根据季节来的 就是说都知道是夏天是减肥的最好的时候 因为它出汗嘛 其实应该从春天开始就要注意 因为春天它就容易生发之气嘛 是长的季节 如果你不控制的话 那就随着你的这个季节的增长 你这个身体也在不断的加肥能行吗 就像我们刚才念的我们打这块板的一样 你看这个春夏秋冬呢 这个减肥也是有区别的 我说我怕你们一会记不清楚 咱们看看这个 我们这儿有个PPT 看看 好 春天的重点是 春天的重点是去脂 在这个里头我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讲了春天的这个节气的时候 我们要化湿 化湿这句话是对于老百姓讲 所以我们上期讲的就是春天的化湿 其实这个去脂在某些意义上 跟这个化湿发散去湿是一个道理 所以呢 春天呢 在减肥方面主要的是去脂 也就是说化湿 做好准备 就是一冬天咱们堆积的脂肪 这个时候要把它消耗掉 去掉 代谢 要推陈至新嘛 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夏天的时候主要是排毒 包括了发汗 排泄 排毒 那么第三个季节呢 就是秋天 我们主要是润灶 因为秋天的气候是灶 那么这会儿呢 要滋润 才能够起到这个减肥的作用 那冬天呢 要加强活动 因为冬天你在家里头收藏了 你老蹲着 那老百姓说蹲标呢 越蹲那标越厚 所以呢 这个减肥就这一项来讲 春夏秋冬它都是辩证的 不一样的 所以呢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春季的养生 也就是说春季的这个几个季节 三个季节 春分啊 古雨啊 和清明啊 那么这个三个45天 我们的重点要在去脂上 给夏天的排毒能够打下一个基础 嗯 说到春天这个减肥是要去脂 咱们到底该怎么去呢 有没有什么吃的老师可以推荐给我们 嗯 其实春天的这个去脂 我们刚才说了 去减肥 嗯 实际上刚才王老师说了 就说我们冬天的积累啊 或者是我们在不同的节气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去要求 嗯 所以我觉得在春天的这个去脂的时候 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上去讲 怎么样去把你的热能控制在最小的地方 所以我说怎么着呢 缩小你的胃 缩小我的胃 对 怎么缩呢 少吃是吧 哎 这个少吃肯定是缩小胃的 对 嗯 这个时候呢 要想减肥 千万别原来吃这么多 嗯 现在这么多 两天饿得不行了 再回去吃这么多 嗯 越减越肥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缩小你的胃 嗯 这样的话呢 对减肥有好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选择食物上 在加工方法上 把油脂怎么样控制在最低的范围内 嗯 那就是说有一些人觉得 我净吃素 但是你不一定瘦 就是因为你在做素菜的时候 油 油特别大 才能好吃 哦 油 油少了 你就不想去吃 嗯 这个时候也容易让你的脂肪的堆积和以前堆积的不容易化开 所以呢 把油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嗯 或者是适量的范围内 嗯 这是第二一点 非常重要的 嗯 第三一点 我们要想选择的这个食材 就是你的三餐是不是能够分配的合适 因为我们到了春天的这个时候啊 嗯 应该有个什么感觉啊 嗯 有食欲 有胃口 嗯 又有这么多的用过 这么多的食材 嗯 收不住 所以呢 要想收住 把味道降下来一些 把胃减少一些 脂就会下去了 嗯 当然运动是不可少的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要减少这种脂肪的摄入量 多吃一点蔬菜 说到这个蔬菜 春天野菜最多 对于这个野菜 它和我们的减肥有没有帮助 咱们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点 嗯 实际是这样 其实从这个呃 王老师他们这个中医的这讲 确实胖也有很多因素 嗯 但是从营养学的这种讲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叫虚胖和实胖 嗯 就有的时候实胖的时候 你可能吃一些野菜 嗯 可能很好 但是当你虚胖的时候 你吃了这个野菜 不一定行 哦 我们看张老师就是保养的特别好 其实今天中午跟张老师吃饭的时候特别有体会 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两个肉丸 然后呢 我就看着张老师一直都没吃 我心里还在想张老师是不不吃肉 结果到最后呢 我看张老师是把所有的蔬菜都吃完了 他才最后吃的那两个肉丸 其实我想说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健康 还有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其实这是你太观察太细了 嗯 其实我们从养生的这角度 或者从营养的角度 或者是说 我既想一饱口服 嗯 又不想让我过多的胖 或者增加一些体重 其实吃饭的快慢 嗯 和你食物因为不一样的时候 几种食物进餐的顺序 也有直接的关系 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吃的 哈哈哈 实际呢 我这两年也胖了 嗯 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 因为我胃口很好 我又想要吃的合适一些 又不想那么委屈自己 嗯 但是呢 又不想让它那么胖 我呢 是这样的 我一般情况下是先吃素菜 嗯 就是比如说北方人愿意吃生菜哈 嗯 先把拌的生菜 先吃 嗯 然后呢 愿意再去吃 吃一些炒的一些菜 嗯 最后呢 再去吃把全荤的菜 嗯 放在最后吃 嗯 其实从营养素的这个 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它的吸收会不一样 嗯 虽然在胃里头像个搅拌机一样的 嗯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 嗯 更主要的是呢 把香味留在最后 你还有一个口感 嗯 然后呢 让它吸收又会慢一些 嗯 把肉放在后边还有一点 嗯 就是说你一开始吃这个肉啊 这两块肉你根本不够 嗯 你就越吃有多的 一般的咱们中国人是大盘 你越吃越多 嗯 你把这些吃完以后呢 把它放在后边的时候呢 除了前面的食物 呃 消化吸收有一个过程 嗯 更主要是是占据了你的胃的相当一部分 嗯 这样的话呢 你吃这个的时候 第一香更主要是你不会吃多了 胃里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空缺了 咱们菜都已经吃的半饱了 少吃两块肉 尝尝鲜就行了 张老师这个办法特别好 一饱口福 然后还还不怕 像我们小孩是剪着好的先吃 哈哈哈哈 剩下那个不好就不吃了 不讲健康 只讲口味 所以这个健康啊 这个饮食啊 嗯 除了营养以外 像这个张老师刚才讲这个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嗯 就是我们净讲成分 这只是一部分 包括你怎么吃 谁在前 谁在后 谁好吸收 谁不好吸收 嗯 这个才是需要我们保健里头 营养学里的应该学习的 嗯 是 啊 王老师 我们在春天是不是应该注意养肝 这个养肝跟咱们减肥有关吗 有关系 你比如说说春天说去脂 嗯 所谓去脂养肝 这个在肝上是在酱脂上也好 在保健上也好 注意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生气 生气 中医说春天跟肝有关系 而肝脏在我们身上除了西医讲的这个肝脏的功能以外 中医认为肝跟情绪所谓的爱发怒 爱发脾气 精神不正常 就是老思考问题 老发怒 发脾气 这个对于肝脏是最大的伤害 嗯 所以春天我们说要呃 疏发 要调打 所以中医把春天把肝脏比成了是柳树 说要通达 它不可以折 不可以弯曲 就是它要很舒展 所以春天的时候养精神 我们中医讲情绪 喜怒 忧思悲 恐惊 怒 情绪 精神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 哎 这个王老师 我给你讲一个这个例子 我虽然是不懂中医 但是呢 在临床营养呢 干了这么多年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是应该说我的一个战友吧 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他就说 他说是呀 我老公只要是过了春节就和我没完 就说和他老婆没完 动不动啊 怒火万丈的 他说我怎么做都不对了 这个日子就没法过 但是呢 把这个季节过去了以后啊 其实它挺好的 所以一年要是四季啊 总有一季 过得很艰苦 后来呢 我就问他 过年他怎么过的 他说他能干嘛 过年回家 除了吃喝 没别的事 一年回家一次 后来我就给他出了个收点子 什么收点子呢 我就说 你能给他吃菜 你绝不给他吃豆子皮 你能给他吃豆子皮 就绝不给他吃肉 就采取了这么个办法 后来呢 他老公和他急了 就说是前面吃两顿还行 后来就说 你这成天给我吃的像草一样 这个干嘛呀 没钱了还是怎么着 就是肉也不给吃了 肉也不给吃 他呢就是能蹭则蹭 能躲则躲 实在是躲不过去 一顿不吃肉 他老公都不高兴 他说能躲到最后 他就说我装病了 我就干脆 我说实在是不行了 我真的做不了了 那你去做吧 那他老公呢又不愿意去做 就这么对付了 这样蹭上那么一个礼拜 半个月吃一次肉 或者吃一点豆子皮 用的很少 这样坚持了这个春天过去以后啊 他老公有一天特别高兴的和他老婆说 你瞧 我是不是一个春天都没和你发脾气 你老说我 其实这事不赖我 就是你惹我 你不惹我 我就不发脾气 其实呢 这个时候他老婆就回了 应该是张燕的功劳 绝不是你和我的功劳 他说怎么了 他说你不是我老说给你吃草吗 实际呢 我的一个理念就是说 让他去吃一点青菜 就中医讲的是轻轻干 吃点素的 这样的话呢 把这油呢 就会下去一些 把这个干呢 就会清理一些 咱们一般的肝脏病的病人在临床看的 那个脾气那个大呀 简直让你没法忍受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把这个吃一些轻的东西 把他的东西 把他的脂肪给聚一聚的时候 他就没那么大脾气了 结果发现了个什么现象呢 除了他和他老婆说 他没发脾气以外 他的体重在下降 但是他的精力特别有劲 不像往年到这个时候就没劲 他没吃那么好 反而还没长体重 或者体重还轻了一些 但是他精力更充沛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清干的这个过程 把这个脾气变成了正气 他就行了 那么我们老百姓也有一句话 叫做菜花黄疯子忙 前头我们讲这个节气的时候 曾经讲过 就是春天菜花开了 这会儿呢 精神病多了 精神病一个是发病的多了 一个抑郁了以后 没有得到很好的指导和治疗 说疯的忙 老百姓都知道 说这满街跑疯的 菜花黄了 春天 春天一些老病 特别是精神系统的疾病 特别多 春天的时候人的情绪波动好像特别的大 对 情绪波动大 因为他憋了一冬天了 好运着会开春了 一下发炎了 跟病一样的来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我可以说教大家两招或者三招 就是如何能够调整好我们整个的春季的精神的状态 赶走我们的灰色心情 是吧 好的 稍事休息 一会儿接着聊 春季熟干 咚咚嘴就可以 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办法 就是喊一个字 狗鸡子配什么 最适合春季养肝鞋 如果你就是狗鸡子 你再加黄鳍 这个不适合 黄鳍狗鸡子它是完全补气血的 它是适合冬天的人吃的 多吃寒假的食物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但你知道吗 香蕉皮的寒假量比香蕉肉多得多 可香蕉皮怎么去吃呢 好的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万家灯火 王老师刚刚说了 跟我们织两招赶走灰色心情 哪两招您说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调干的时候 叫干肾铜条 就是调干气的时候要干肾铜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医讲啊 说这个干肾呢 在下胶 脾胃在中胶 心肺在上胶 所以你看 你看并且经常说 干肾银絮 肾银絮 肾银絮 他都是讲干肾银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春季我们既然要调干调情绪 要治疗根本 我们前头也讲过 春天说容易上火 中医认为肾脏是管水的 说五行上水是克火的 所以一般的来讲就是肝肾是同调的 也就是滋阴 去火 降火 平肝 叫平肝浅阳 也就是说把肝气的火平了以后怎么办呢 给它纳入到肾里头去 这个当然是一个学术上的东西 但是从我们精神调养上来讲 就是从调理上来讲 肝肾是同调的 所有治疗肾病的方式一定要有凭肝阳的 就是说这个两个好像是互补的一顿 互相有滋补的作用的 互相有补充的作用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我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教两个办法吧 我先说一个 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呼吸 呼吸 呼吸怎么弄 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办法 就是喊一个字 你看那个它有阿弥陀佛呀 还有污 吸 呼 就这个声音 我们低的就是一种所谓的发散的 疏干的 还是这个 就是吸 口的一个虚实的吸 轻虚的声音 而不是重的 不是 这不行 它一定是 就是有气没有声 这叫平心静气 那你那个高喊的就不是平心静气了 敲声细气 平心静气 就是用这种声音吐纳 也就是说排泄 发散 把它这个多余的东西吐纳出去 所以就吸口气 呼出去 你看先不拿这个手 这个深呼吸一口气 吸完了以后 闭住嘴 最后搁在这儿 用嘴留一个小缝 你试试这个办法 我举个例子 一个是这是春季的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 当你心里不太痛快的时候 你有点生气的时候 你别生门气 你干什么呀 深深吸一口气 慢慢给它吐出去 把这个心里这窝弄气 全都给它吐出去 你这个气 你越爱 你这一气又出不来 因为什么你吸气的声音重 你这气你的这进气多 出来的少 你又进去了 所以越爱越爱 你一肚子气肚子越胀 你用我这个办法 你干脆吐动了 给它伸透 呼透 给它彻底出去 你看 它就把那 绳气的气都放出去了 这个是一个保健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把气给发出去了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说的这个 你看你这样 其实你胸阔没有太大动 没有动 所以那气根本没怎么进来 完了你出也出不去 如果说这样 你深吸一气 从肚子上 吸气 你胸阔再扩大 发现了吗 你把它推出去了 然后你慢慢慢慢的 以后把它放到了 最小最小的这个胸阔的时候 实际呢 你不光是气出去了 吸的多了 关键是你的 还在运动了 是吧 是 就跟那个气球一样 你气球吸满了 哭吹一下 裂开了 哗一下都散了 所以你慢慢慢慢 才能挤干净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办法 就是教大家这样一个 这叫 虚声练习 虚声的练习 这也是一个排气的好办法 第二一个办法呢 就是香花 香花 对 闻花 闻香 这个闻香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开春了以后 你在一个冬季里头 一个不流通的季节 所以说 春风养柳 你看 它就给人一种疏达 疏发通达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中医把这个肝脏 属木 说木洗通达 就是说它要顺从 你看柳树枝这么摇它 它才能长 它不是铁棍 它不折 所以呢 这个要通达 通达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鲜花开的时候 芳香的东西 最容易使人通达 我们在前头讲这个 这个古语的时候 我们也讲了 像清明的时候 我们也讲这个事 那意思是什么呢 在这个季节 春天的这个 春末的季节 这个45天当中 我们家里带一盆香花 过春节也好 清明也好 我们献花 人有愉悦的心情 这是心态舒展的 第二个就是香花的香的味道 香的气味 也是能够令人神况 这个心仪都是好的 那么这里头呢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橘子 橘子香 橘子 对柚子香 橙子 橙子橘子 它都有那种水果的香味 这个呢 很多人都说 一个除了闻以外 还可以吃 对 对吧 你说橙皮也可以吃 柚子皮也可以吃 那么这些闻着通达的 它都有很好的芳香的作用 前面我们讲过 芳香的作用除了开窍通达以外 还有个什么作用 对 胃有 去湿 对 去湿 我们前面讲过 它是干的 芳香化湿嘛 所以当你这个 我们这个吃饭 你的调料里头 它就是芳香的 橘子皮啊 花椒啊 达达 它都是芳香的 就是有化湿的作用 那么花香呢 香花呢 也是有这种作用的 王老师说了 橘子呀 什么 橘子呀 橘子呀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其实呢 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呢 一般情况下 含甲丰富的 可以使你的心情稍微好一些 那什么含甲多呢 应该说 共性的总体来说 黄色和橘黄色 或者橙色的 含甲比较多 像王老师说的 橘子呀 橙子呀 柚子呀 是不是都是个黄色的呀 那我们食物中 还有很多黄色 香蕉我们可以算成黄色吧 玉米我们可以算成黄色 黄萌 柠檬 黄豆 柠檬 土豆 包括红薯 胡萝卜 胡萝卜 都属于这种黄色和橙色的 它里头含甲相对的丰富 对我们的心情也特别好 那这里头呢 我就不说别的 咱就说香蕉 香蕉呢 很多人 一包皮 吃完了 挺省事 但是我告诉您的 如果您家里有豆浆鸡的时候 香蕉皮都别扔 有的人呢会把香蕉皮 把它切了 晒了 泡茶喝 假也不会丢 没问题 但是呢 有的时候在家里头 有豆浆鸡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硬的部分去掉 和前面的黑头去掉 放上一点米 把它打成姜 直接喝 就没问题了 这个里头的膳食纤维可以通便去脂 它的里头的甲的成分 香蕉里头 应该是香蕉皮和香蕉肉去比 香蕉皮要多最少四倍 最多的可以多到七倍上去 所以甲的含量比较丰富 只要是你没有肾脏病 没有特殊的情况 甲代谢不出去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香蕉皮打成姜 一块去喝了就行了 但是煮成粥 不得怎么好喝 不好喝 所以打成姜呢 你还得马上喝 很快你就把它喝了 不喝完以后 它氧化以后 它就变成黑了 所以黑灰色不好看 所以这样一打完一吃 非常好 做成果汁 香蕉牛奶也可以 咱们就带皮把它切进去 和牛奶一打 好的 稍事休息 一会接着聊 王老师之前说了 咱们在春季 要注重养肝 那我就有个问题 咱们这个养肝也分两种 比如说我是养肝血 还是养肝气 到底该怎么养呢 这里头 我也借着这个四季 气候的讲 我解释一个东西 就是中医总的来讲 把这个脏气的功能 它的功能叫做气 比如心气 脾气 肾气 肺气 把它的功能叫做气 把它的物质叫做血 或者叫做精 单单在肝脏上 它只讲血 说养肝血 要是肝气 就是病 没有说这人肝气特别虚 咱补肝气 没有 对吧 没有 它只说肝血不足 显得是肝气旺盛 所以没有说 我这是补肝气的 没有 有补肾气的 对 补肺气的 补肥气的 都有 没有补肝气的 是呀 为什么 就是说在肝脏上 老百姓已经懂得了 它是以血为主的 它要是肝气 就叫横秘 这人生了气了以后 就要肝气犯了 两肋脏 这个叫肝气 它把肝脏的功能 不叫气 就叫肝功能 西医检查叫肝功能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药 是补肝气的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肝气是要疏达的 疏肝理气 疏肝理气 并不是补肝气 那也就是说肝脏里不能气多 要血充足 说肝血不足 睡眠不好 所以在这一点呢 我想我们听了保健的多了以后 就是肝脏是以血为主的 正是因为以血为主 所以女同志 她爱生气的比男的多 就是因为她有月经 她有利嫁 肝血不足了 她的肝血不足了 肝血气血不平衡了 她就脾气大 气血平衡了 就脾气小一点 所以呢 这个我奉劝 就是女同志 第一个 春天一定要保肝 特别是减肥的人 正要保肝 减肥的要保肝 月经不调的要保肝 而且这个 脾气不好的 脾气不好 性格本身就不好的 或者说你这情绪就不高的 一定要注意 那么保肝的 第一个是调解情绪 注意季节 调解情绪 第二个就是有很多的方法 包括我们前面教给大家的 比如说吸气的办法 这个药的调理的办法 饮食的办法 都教大家很多办法 在这儿呢 我想我教大家一个 就是说如何养肝 养肝的重要的就是说 你不要做牛角尖 要经常不要吃特别上火的东西 要中医就说 从饮食上 上火的东西 人就容易发脾气 吃一些什么平和的 培养自己一种平和的心态 吃一些清淡的 不管春天也好 什么也好 还有一个就是 经期前 地价来前的六七天 一定要少吃凉的 那时候基本上 属于脾气最不好的时候 那时候是你干气最旺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血 要中心说就简单的很 说你这血出去了后 你这气就大了 那气是平衡的 怎么办呢 只好你就发脾气 发脾气 跟丈夫发脾气 跟同事发脾气 这个发着发着 就慢慢血生上去 你就气也撒得差不多了 平衡了 所以你也后悔了 但是你怎么办 过了半个月 你又来了 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呢 希望大家 借着这个春天的季节 要懂得怎么养生呢 对于肝脏的养生 肝脏的主宰 对于减肥的养生 对于精神的调理 对于食物的选择 这样的话你综合的 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 生理性的 病理性的 生活性的 这样一个保健的一个方法 老师您还有没有什么 能够养肝血的一些妙方 养肝血的那就多了 比如说你如果是 从这个药物上来讲 比如说狗鸡子 泡狗鸡子 这是补肝血的 但是一定要加上点菊花 它菊花就是平干的 平干的 如果你就是狗鸡子 你再加黄芪 这个不适合 黄芪狗鸡子 它是完全补气血的 它是适合冬天的人吃的 春天的你要吃 你一定要加上点这个 加上点平干的 加上点补血的 它就协调了 不敢是热补 所以有的人说 你一听说补 那就是什么西洋生 狗鸡子 黄芪 不对 要联合季节的特点 那么这个 那么你到了夏天怎么办 那我以后再讲 实际上就是荷叶 就是那个本季节的 那个联合起来 所以我说呢 我们平干养血 我建议 比如说身体偏于虚弱的人 那么我们同样一个方子 狗鸡子和菊花 身体偏于虚弱的人 狗鸡子量大点 菊花量少点 你对身体不怎么虚弱 你也想补一补 你的脾气要比别人大一点 我建议割几个狗鸡子 割一把菊花 懂吗 这个才是真正的养生 而不是我说时刻时刻 那不是对你的 就是你自己还要掌握一个 辩证的方法 就是说跟你自己不同的体制 刚才王老师讲的真的特别好 我也是受益匪浅 但是呢 我觉得在我们即将结束的这个春季的这几个节气里头 我想呢 告诉大家 想减肥吗 想 想减肥 一定要注意饮食的节奏 同时更注意您吃饭进食的顺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不是不让你吃肉 关键是怎么吃肉 什么时间吃肉 吃的顺序是什么 这就是减肥的精髓 好 感谢两位老师 咱们是不是可以夏天再见了 我们立下再见 您是不是还给我们讲讲24节气 我觉得这个挺好 看我们的编导了 可以预约一下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万家灯火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